台湾女拳王林玉婷出战巴黎奥运金牌战将在明天凌晨三点半登场 而她的对手是年仅二十岁的波兰新秀赛里梅塔 双方在这次的金牌战之前并没有交手的记录 而赛里梅塔过去在国际赛事上也没有留下太多成绩 根据外国媒体的分析 她的拳法相当特别 让她爆冷门杀战了金牌战 不过有拳击教练直言 林玉婷在经验技术上还是更占优势 一拳又一拳重重打上沙袋 透过步伐移动模拟真实比赛 台湾拳后林玉婷有实力说话 成功闯进巴黎奥运女子五十七公斤级金牌战 而她的对手正是年仅二十岁的波兰新秀赛里梅塔 出拳速度快反应灵敏 赛里梅塔五岁开始练空手道十三岁转练拳击 在二零二三年欧洲运动会五十七公斤级拿下第五名 这回在花多踏上五环殿堂一路过关斩杖 还扳倒林玉婷加上迪 上届东京奥运银牌得主菲律宾的佩特西奥 这次波兰睽回回四十四年再度有拳手站上五环殿堂 可能就是她往前进的时候进攻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她的手的位置 玉婷她刚好后退来不及 抱的状态她进攻就可能会被卡住 上外媒分析 SaraMeta拳路非常特别 甚至会在比赛中跳来跳去干扰对手节奏 不过中华队拳击好手林玉婷 则是在技巧跟经验上更具有优势 目前已经挤满市井赛跟杭州亚运赛事金牌 拳法特别简单说是怪招 那她怪招玉婷她有她的速度她的力量 后退完之后进攻反击能力距离感都是非常厉害的 只是这次林玉婷出征奥运却深陷性别争议 让网球国手谢淑薇点名中华奥会跟全集协会 应该出来捍卫全手全益 台湾作家李文成更直接放了一把火 把哈利波特书籍烧掉 更有意思直言 56年前才有波兰田径女将被误判为男性 最后也是怀孕生小孩 如今林玉婷不为性别风波 要立拼成为大马冠权后 记者综合报道